最近李小璐出轨事情闹得人尽皆知 虽然当事人极力否认喜白 可是被扒批出越来越多的证据坐时出轨 事情起因2017年最后一天 李小璐也不归宿在PTONE家里过夜 以舍婚内出轨 虽然随后当事人否认 但是网友是万能的 很快就扒批出证据 曝光两人暧昧关系不简单 家义乃亮虽然相信自己老婆李小璐 可是随着被扒出来的证据 越来越多 他戴帽子是跑不了了 据说李小璐为了洗白公关 花了1400万 狗仔王卓伟本来预告爆猛料的结果 放网友鸽子 王思聪还被送上热搜成挡箭牌 王思聪看到有人欺负到头上 肯定不干了 没多久就有人爆出了李小璐早年小饰品 贾乃亮帽子不短 此消息一出 网友炸开锅了 本来之前很多人相信 李小璐是清白的看到这些饰品都哑口无言 就算那天网上他们没事 但是私底下肯定八九不离十了 不少人为李小璐不平 马苏也在为什么他没事 马苏单身 人家怎么玩都名正言顺 据说李小璐一直都很喜欢小鲜肉 贾乃亮也知道他喜欢玩 有网友爆料说贾乃亮求婚时 李小璐要他答应允许他出鬼屋次 如果这是真的小编还能再说什么 李小璐本以为花一千四百万可以摆平 想不到现在事情越闹越大 勾在卓北传的腰包鼓鼓 可是李小璐一千四百万打了水漂 输得最惨的应该是贾乃亮了 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收场会离婚吗 贾乃亮对李小璐绝对是真爱 据说李小璐的把自己的钱存两千 自己花的钱全部是贾乃亮的 连一千四百万都是贾乃亮的钱 贾乃亮这次输得太惨了 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这个事情都未经许是贾乃亮的钱